中文字幕——YK 第二页 最后的一段 然而本土台湾人如此卑微的请求 并没有被美国当局所重视 事实上在1950年6月25日 弹战爆发之前 美国政府确实是打算放弃日本台湾 然后依照开罗宣言的协议 要将日本台湾当成中国台湾 然后归还给予中国 而且无论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 当时美国认为 日本台湾终究将并入中国版图 因此视日本台湾人的心声为耳边风 不予理会 美国在韩战爆发之后才确定 不允许日本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掌握 而在1951年9月8日所签订的旧金安和平条维中 以法理否定的开罗宣言 确定日本台湾主权不会转于中国 两个中国PRC跟ROC 然而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国民党政权在日本台湾的运作 事实上对日本合约未签订的1949年 就是国共产党的时代 可以理解美国谨守开罗宣言的承诺 而服事本土台湾人的心声与立场 然而68年后 也就是对日本合约已经签订的2009年国共和解时代 美国已经没有理由以台湾关系法为障言 而企图再度不回应本土台湾人强力的要求 台湾占领正常化的心声 各位请看我这里 我们台湾人忍耐了很久以后 终于在2006年10月24号 以台湾民政府 以我的名字林志生为首的 228名本土台湾人控告美国 所以在这国民都是这228名的议员 因为你参加台湾民政府 经过我们的法理训练 有初级班 高级班 法理点招 职务点招 跟职权点招 职权会议训练这五个阶段 在座的各位都是控告美国的议员 将来在台湾的历史上 大家都有名字在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很值得骄傲 而且我们应该要努力 共同努力把台湾 把它建设到很好的台湾 人人能够很平得 很自由 很民主 事实上有的人跟你说 现在台湾已经民主了 你们还在搞革命 你问一句话 现时如果跟你说这种话 你问 像我问给你们看 各位 有参加以来 你曾经接受过人家贿赂 或买票的钱 或人家请你吃饭 你有趣的请你举手 你自己看看要看多少 像这种的当一个人 他的投票的时候能够用物质去取代 能够用物质去换的时候 那一种自由不叫做自由 那已经不是自由了 那是奴隶式的自由 所以各位我们应该很清楚 我们台湾民主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将来要改变台湾 我相信台湾民主执政以后 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不要选举 我们仍然在军事统治 有人问你们是不是在军事统治 没有错 军事统治之下 所以有没有言论自由 有言论自由 但是没有造谣的自由 你不能言论自由 谁在黑白说 你不能说人家是诈骗集团 你要拿出证据来 那不然你就是犯法 那不然你才会变形 因为你黑白说 你要证据说人家是诈骗集团 我们台湾民主执政以后 骗什么钱还是骗什么东西 因为诈骗两个字是很严重 一般来讲在刑法上面 是属于一种金钱上的欺骗 才叫诈骗 所以我们的课里面 在明天下午四点到六点 我们有一个刑法的 本来的曾经担任过 检察长代理检察长 主任检察官的检察官 现主席是律师 职业的律师 来给各位相合 刑法在实务上面的虚跟无 让我们告诉他了解 因为我们其实都需要 知道这些东西 虽然台湾民主执政以后的法律 但是刑法应该就是差不多了 我们特别的刑法是担任过 代理检察长 担任过主任检察官的检察官 来过于相合 我们这一次职权会议 可以说所安排的都是从外面请来的 非常精英的精英和各位相合 有各种跟法理不太一样的一些法律的知识 会计实务的这些东西 都在相合里面跟各位说 我们跟各位因为你要做官员 你后面的面对是议会 你跟议会之间要怎么处理 我们后面的一个司法 司法要独立 所以你要看 我们现在司法委员会是完全独立 我们不希望他司法委员会 跟我们共作为 这样是不对的 以后要公正无私 包括我自己本人一样在内 都要接受我们台湾未来的司法 的约束的管辖 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 很好的台湾民政府 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 你希望这样做吗 有 来 咱们再来看 这第三页的下面这一段 中文的部分 李中仁在国共内战末期 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 关切美国之对台政策 认为宁可台湾是在友邦的控制下 而不是被由苏俄所控制的 中国共产党所取得 并认为台湾已由美中所共管 而美国如不赞成此提议 尽可依照政府权接管日本台湾领土 美国可以承诺在未来将台湾回隔于中国 以避免遭控诉违背开罗宣言 履行将台湾归还中国的道德义务 然而美国对台湾归还中国的道德义务 已经变成阻止日本台湾沦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责任 诚然美国军事政府只是带领美国征服者 美国杜鲁门总统执行占领日本台湾领土 而美国依照战争法对台湾确实是有可行使之占领权利 但是美国也应该履行占领义务 以为其法律责任 各位请你看我这里 李中仁才是真正正正的中华民国总统 可是在1949年12月3号蒋介石跑到台湾的时候 他只是一届平民一个普通的人而已 他竟然在隔年的3月能够宣布复行事事 他要不有那个枪杆子压在我们台湾人的脑袋后面 我相信台湾人绝对反对 他有反对?有 他如果反对的都在白色恐怖被抓去 你言论不一样他就去竞选 脆康脆康 白色恐怖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呢 我们没在怕他了 因为我们控告美国 又过赢了 所以人家所谓的独派 调过他都借助我们告输 我们哪有告输 9月13号 美国的司法检查总长来的时候 你敢问我吗 我们台湾民族有没有告输 也很明白跟你说没有告输 同时呢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自己讲我们自己带翻例 我们不需要你带翻例 这标记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他们的翻例才能够很精确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第一场演讲在9月17号晚上6点半 在世贸举行 台北的信誉世界贸易中心来举行 这场呢是由我们宜兰州台北州新竹州三个州联合举办的 所以这场呢各位除了你自己本人一定要服装仪容整齐的参加以外 我们标准的礼服要穿 我们的标准的礼服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黑西装 我们的标志 我们的帽子 那天我也同样 一样黑色西装 我们的帽子有灰章 我们的衣服上面有灰章 要服装移动整齐 记得要穿皮鞋 你前面不能穿球鞋 我们真的有的人 我觉得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穿西装皮鞋来 这不可以 不可以穿拖鞋 要有气质一点 你是官员 各位大人 你是官员 来继续 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开放以后 于1949年12月间 李中仁董统 是以法理中华民国总统身份 经由香港流亡至美国 由中华民国李中仁总统 没有选择日本台湾 以流亡身份顺便宣示主权 显见日本台湾在当时 并没有依照开罗宣言 而乖返于中华民国 而蒋介石元帅 则是以代理杜仁们占领 日本台湾的法理军事总督身份 流亡至日本台湾 这才是中华民国真正的身份 蒋介石的真相 这就是蒋介石的真相 我给各位说 我们所谓的文章 他没说 自现主席来说 在全台湾而好 也能说我们是唯一 按照法理在迅速的人 谁也没有办法 搏倒我们的迅速 依照国际间的认知 美国以军事武力 解放了日本台湾 日本对台湾有特别责任 而只要蒋元帅还在 根本就不可能有建设性的作为 美国即使以战争法 对日本台湾有占领权 然而基于开罗宣言的道德义务 还得顾虑蒋介石的存在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后 开罗宣言即走入历史 而在蒋介石过世后 美国对流亡中的中华民国政府 应该已经不再有情感 及义务的牵绊 也应该可以有一些建设性的作为 1949年代末的菲律宾政府 基于安全考量认为 日本台湾已由美国 而非中国共产党所占领 然而时过境迁 讽刺的是 60年后的菲律宾 在2009年12月12日 与其所举办的地球小姐选美的网站中 竟然把日本台湾 称其为中国叛乱叛离的一审 它意味着菲律宾已经不再忧虑 日本台湾 被中国共产党所占领 其实不只是菲律宾 世界各国包括美国 皆以其国家利益而制定反共 或者亲共的政策 也因此凸显日本台湾 急需要法理 迈向地位正常化 以制止被国际社会政治 处理掉台湾 各位请你看我这里 尤其在台湾民进行用这个范例 站在今天这个国际的局势之下 变成说国际局势 特别有很多国家 是为了本身的利益 要讨好中国 甚至于会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呢今天因为我们台湾民进行这个法理出现 我们不用跟他们在那些空间的人同样 我们用法理就好 我们用一支笔会碰到他们所有的 因为法理的东西要用头脑 要用地位 不是他们说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你也能放心 我们这条路只要我们坚持 我们坚持听得清楚 我们坚持中国对于台湾绝对是莫可奈何 你欢迎吗 来我们来继续 美国将与中国共产党敌对的中国国民党势力 引入台湾以后 形同将中国国共内战延长至日本台湾 毫无疑问 所谓台湾问题根本就是美国一手导演的荒唐戏码 美国方面在韩战爆发之前一方面 美国确实有不打算军营蒋介石防卫日本台湾的讯息 然另一方面却也认知 如果日本台湾有美国军事占领 是免于落入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保证 即使在68年后的今天 此认知依然正确 美国确实没有立场 军援在日本台湾流亡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主席 对抗中国共产党 然而依照战争法是不能不军援 代理美国征服者 美国杜里门总统 占领日本台湾领土的军事总督蒋介石元帅 以履行保卫台湾的占领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1949年10月1号建国以来 为情侵犯台湾领土 这使美国没有机会展现其对 日本台湾领土有占领权的正面目 事实上美国是一直在保护日本台湾 然而却将领土和人民分开处理 这是本土台湾人生以为汉的事情 你把我看 823炮战 中国炮击金门 他有没有炮击台湾 没有 所以美国当时在保护什么 保护金门 他不敢出面 暗中 暗中 他送补给品都是不敢公开 因为他能够保护台湾 他没有理由保护金门 没有理由保护马祖 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出来 为什么在823炮战的时候 美国虽然在支持蒋介石 但是偷偷的默默的在支持 想要宣布第七舰队来防护台湾海峡 你现在开始 你应该借我们这些东西 你就会非常清楚 这里面的其中的法理 跟政治上的奥妙在什么地方 来第六页 1949年12月6号 美国驻台大使 从领事馆发出备忘录 自美国国务院表示 英国方面对日本台湾的看法 也只是 也只有美国政府大福 而且堂其承担保护台湾责任 才能够防止日本台湾沦陷 然而当时并不能期待 美国会有所表示 来请你看我这里 英国这样 加拿大怎么说 加拿大的东西 在1946年1月12号 中华民国用行政命令 将台湾人都变成 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 加拿大的政府曾经给中华民国政府 拍了一个电报 他说请你拿出证明台湾人 有多少人自己自动签了条约说 他放弃我的日本国籍 而愿意加入你中华民国国籍 请你拿出来 那当时中华民国上台会说 我们有六百万人 我们大概成年人有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 都已经签了同意书 黑白说了 结果呢 一直到今天他拿不出来 你不相信你回家问你的老婆老婆 看他那时候他有签 他有签说1946年1月12号 他愿意放弃日本国籍 而加入中华民国国籍 都没有啦 他强迫的 那也是同样 我们在14岁的时候 他中华民国政府 套过后就发新分證给你 我相信你都要他今天再来一条 没人给他申请 他自己发给他的 这是都行政命令 这个都是不合法 完全不合法 来 继续 由美国富有保护 日本台湾领土的责任的事实 及足以证明 美国对日本台湾领土 确实有占领权 日本台湾领土 并没有依照开罗宣言 而归还于中华民国 这是广为国际社会 所周知的常识 唯独两个中国尚未领悟 中国到现在还要讲 其实他不是不知道 他是清清楚楚 中国人就都那图了 碰风 公 白菜 乱七八糟 真正 所以你看 中国他如果不照国际法 他想要站起来是有困难的 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七页 中国国民党政府并不受台湾人欢迎 一般的观点是这个政府不复存在 来 就看我这 我相信这个说不受台湾人欢迎 台湾人欢迎吗 不欢迎 现在美国 中华美国会说 怎么不欢迎 投票我都赢呢 是什么 十八%买票 刚才我问你没有拿过那个 你有拿过那个选举的买票的钱的 我看我们家的四分之三以上都没 不是叫我倩 后来就是吃利益去利益拿钱的都有了 所以这种的特别说不能算是民族啦 所以台湾人特别说是很讨厌 台湾人就很奇怪 人家说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 这句话很清楚 就是说有很多人接受了中国国民党的好处 其实中国 中华民国民进党也是同样 他现在也开始在买票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得出 也知道也是在买票 已经开始在中国国民党化 现在很离谱 越来越离谱 尤其是蔡英文在2011年的10月11号 在高雄宣布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你看美国CIA的鸭皮 给它拔一个很大的 他怎么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台湾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清楚啊 美国已经这么清楚了 但是他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改变 我们是以理回饭 但是呢 我们 不用跟他妈啦 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步伐 向头前走就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不是只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还有清明党的立法委员 台南的立法委员 我们都会请 每一个立法委员我们都可以请他来 表示说我们台湾民宿心胸是广大的 我们没有蓝绿之分 所以在这国委 我会跟我们大家说 你要叫人的名字 不能把你叫错号 再一次 我们做一个政治人物 你们都是政治人物哦 每一个都是哦 称呼人家的名称 要向他们尊重 不管他拖牙 毛泽东 你也要叫他毛泽东 你不能说毛匪泽东 这不对 政治人物不能这样 政治人物 要有政治人物的风范 很拖牙 这人很拖牙 赌到你也是要跟他 大家一个招呼 你好 不要跟他拖牙的问就好嘛 在国际间也是都这样啊 更何况是我们 所以这点的对人的态度 各位要改变 你过去我相信没人跟你加了 现在大家 在周围台湾人有很多的水准 不够不够不够的旗 你这样搂下去就离开了 我们台湾民政务 隔掉要比较高 称呼他的名字 不赞成他是可以的 但是要称呼他的名字 这不也是 他有679万人选给他的 那不是 你说我给他骗他 骗他整个骗去 票开到679万票 这是事实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记住 台湾民政府非南非绿 叫做台湾军 一定要记住 再继续 大权是落在并没有官嫌的蒋介石元帅 东南长官前程以及秘密警察 只有一小撮的忠诚追随者 本土台湾人经过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后 着于政治而且没有组织 但是这台湾人看到没有政治观念也没有组织 令人不可预测 这在美国所谓的 表示说我们台湾人后边要怎么走 美国人说他没有办法掌握 那台湾人随时 我们台湾有几句话 白名吃西瓜 翻证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台湾人哦 有可能说随时改变 你给你看看 这是美国跟我说过了 你今天国民党名字是民进党 还有一个台湾 变来变去 你看台湾这种的政治就没有很多 从来没有说可以有一些可以坚持 所以我希望我们台湾民进党也同样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我们一直坚持台湾民政府 我们要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就偏偏一年多以前 偶然要宣布台湾独立 很奇怪耶 所以美国变成说 你台湾人 我们美国怎么信赖你们 我们如何信任你们 所以我们要得到美国信任 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很多的态度要改变 过来 然而228事件暗示本土台湾人 可能经常会有驻发的群众运动 追求任何有助于 自中国国民党政府 恶劣政府解脱的基本目标 自治或者是独立 美国据是提供美元 与无改革的中国国民党 即支持其军队 或延缓或阻断本土台湾人 自己的期望 即强化中国共产党的争论 美国如何能够明确宣布 协助成立台湾民政府 选定将领或领导人 在美国军事援助的协助下 应该可以迅速的制止台湾人 台湾共产党发展 以及加强台湾民政府的抵抗力 有如无国真的台湾当地政府 会获得较多台湾人 及中国人的合作 这个是秘密档案里面 以前美国对台湾这个地方的 一些政治上的评断 美国开始开启于台湾地位模糊的原点 就是混淆了台湾民政府和中国军政府 日本台湾领土 无论是由美国或中国政府占领 依照国际战争法 都必须在日本台湾占领地 设立台湾民政府 并富有保护当地无分主权人民 其生命和财产的自由以及义务 包括抵抗中国共产党的犯态之军事行动 美国战争史上 从来没有结合美国军政府 及占领地的民政府 而成为美国殖民政府的权利 从而美国重容中国军政府 结合中国流亡政府 成为中国殖民政府 从而永久占领日本台湾领土的去除 这是原重违反战争法 各位 你不能看我设这些文章 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开放 开放到十二点 你都可以在这里看书 明天早上我们从五点钟开始开放 你可以在这里看书 我希望说你在这里三天两月的时间 要确确实实把握要真的好好地念书 因为我相信你这三天来的 你踩上去 你的人的心会越稳 会越沉着 会越重 因为你会对自己越有信心 越有把握 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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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来说只有好处 没有任何坏处 再来继续 第八 对 现今的情势下 在蒋介石元帅 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文武高层官员 只有在美国支持下 获最后胜利 而有面子凯旋归返大陆 这个大陆改成中国 归返中国后 才会接受美军占领台湾 因为这些文章是秘密档案 我把它翻成中文的 那个面年 那个面年 我没注意到 变成大陆 其实不对 应该是中国 在威京协商的占领初期 或许会 遭中国军队的反抗 然而美国以顾问方式 军事控制台湾 在当时的十点是完全可行 而且为中国人官员所建议 许多中国高层官员一再请求 美国能提供最大的军事援助 甚至建议军事共管台湾 百万人以上的在台中国难民 期待台湾能有美国占领 以保护其生命 及由中国所抢救的财物 但是大部分的本土台湾人 痛恨中国国民党 惧怕中国共产党 而欢迎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 现在的情况差不多 正在哪里 我知道有一个派别在台中在发动 要到台北去抗议AIT 抗议什么 抗议美军跑到台湾来 我感觉那些都抗议AIT 台湾怎么独立 我说一个波多尼克的事情 让你们听 波多尼克在1898年 美西战争的时候 失败完失败 1899年美西签计了巴黎合约 像波多尼克的管道 古巴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 这四个地方本来都是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在国际法里面 才可以被割让 所以古巴被割让以后 因为当时 美国是因为 美国国会认为 古巴应该独立 这个波多尼克 到现在已经100多年 他到今天他不独立 他到今天也不愿意 他加入美国五十一周 美一周 因为既然是占领 美国就要负责 他吃 他如果没钱 就美国说你要吃 他现在美国一年 差不多要五十亿 到一百亿的美金 吃 所以你跟波多尼克的人 你不能看他吃得肥肥 头脑也很好 美国在差不多十几年前 开始动不了 你为什么不独立 问波多尼克的人 你不独立的话 你就加入美国一周 你公投好了 波多尼克你来公投 波多尼克的政治家 政治人物 好啊 公投好啊 就设了一个题目 我们波多尼克 要不要独立 问所有人 来公投 题目设定以后 在政治人物去跟波多尼克的人说 我跟您说 如果独立的话 第二天 你们满十八岁的男生 全部通通来当兵 所有的税金要增加 要买 我问你 我问你 波多尼克的人 要做兵 没有 没有 9岁金他买 没有 他没有 那独立他买 独立 没过 十几%通过而已 村子都没过 什么要怎么说 第一次独立 公投医啊 再来就要四年 再一次 那一样也没过 美国说 好了 你不独立 不然你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 五十一州 美国的五十一州 第五十一州 第五十州是什么 夏威夷 他现在说 我们愿意 不愿意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 他就去跟 那政治人物 我跟您说 如果变成五十一州 我们开始要缴税 要缴联邦税 你们如果想缴税的 请你支持 加入美国五十一州 你想 菠蘿利哥人要交税吗 跟我们台湾人同样 我也不想交税 不想交税 会过吗 不过 你能拖六十多了 再四年 再四年八年 两个八年都要十两年 拖十两年了 这边美国 那天我们刚才在美国谈判的 这个故事是美国的 你这个题目设计错误 重设重设 你说要设计 两个标题 一个 波多利哥要不要独立 或者波多利哥愿意加入美国五十一州 你走不去 投票 公投 就开始去下乡去跟他们说 我跟你说 大家让他回五十一州 因为美国的参议院有通过 不愿意增加第五十一州 他就美国宪法规定说不愿意增加新的领土 哇 现在大家知道 等喔 百分之六十都愿意加入美国五十一州 这个问题是等到美国 现在美国的参议院 接到这个 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美国的参议院不敢说话 因为法律在那里 不过的人波多利哥生活得很愉快 他做很多人都不用学 各位 我们台湾有一天同样 等到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一 二十一三十一 我就问各位 你们要不要独立啊 那天我二十一一 我没一定没得到的 我们如果这少年还要到 你还要跟台湾人说 要独立的 要做兵 要买军火 我跟你说 政治人物要有自慰 要有智慧 不管用意识形态去 还是用你的感情方式 喔 台湾人都一定要独立 没有那些事情啦 你常常在家裡 有人送钱 让你开要跟他辣外 你做生意都不用 都不用挟税金 要不要辣 我跟你说 五十一州我们不要 独立我们也不要 我们现在就好了 我们继续维持台湾的日暑美战 日本人 日本天人要帮我们帮忙 美国也要帮我们帮忙 还有没有多久 你世界都会看到美国边 你把你骑为兵 还有没有多久 买武器都不用买武器 美国现在跟你玩什么 我们台湾民众要帮忙起来 我们如果不快起来 我们人完真的不够 东西四千的拼到现在 还不拼好洗 头痛耶 真的很头痛 明天的点招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 法理点招会有多人 我不知道了 但是呢 我希望说我们点招 每一次 法理人呂有两次 那五次 那五次 那一千月就有了 但是 要五次一千月 也要兼计 三个礼拜 五次等十五个礼拜 所以 是很高典的 在这两个礼拜的天气里面 大家都拼得要死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国会 你别刚才 我们别人 别人 别人在打拼 你像丹要做官 这样不好 最后你也要叫一个 叫你比你年轻 你不能挑战去 叫你阿公来上課 当然可以啦 不是说不行 但是 我说你阿公 丹那些老年年金 千二块就好了 别人不只 八百块嘛 但是你有受训 年高一点 一千二 不要叫他做官 是不是有的人 那天喔 很差别的 我们的同情人说 如果我们家庭有一个 阿玛桑说 他看...看...他看没有 看没有要干什么 来这里最后要干什么 我说我们现在不用盜人所 我们纯约的 盜人所 这样好吗 叫一些更精英的 教练的 像我们才十多国会都很好 贪问都黑的 但是我的贪问都黑的是你 我在這裡上課對不對 全世界 每一天有幾個人來看我們的網站 你知道嗎 四十萬 四十萬人看我們的網路 一百九十四的國家裡面 我相信那天有人在看 說有一百二十幾個國家 在看我們的網路 這網路會整個無縣佛界 每個地方都看得到 這真好的現象 但是我會跟他說 我們如果台灣民政府 我們將來執政以後 我們讓美國人繼續幫我們做兵 繼續幫我們照顧 我們台灣好好的發展我們的生活 我們要做醫療國 我們的農業要好好的發展 我希望下一次一粒芒果 可以賣兩萬塊日幣 你們能笑嗎 我們會辦得到 我們真的會辦得到 日本 他們自己出產的水筆頭一粒 都有一萬塊兩萬塊 希望台灣不行對不對 所以出產的 很好拚一個芒果 用專機送去日本 因為後來日本天皇 我們是他的臣民嘛 我們東西賣給日本 要不要稅金 不要稅金 因為美國佔領 所以我們東西賣給美國 要不要稅金 不要稅金 碳稅 而且這樣的時候 美國好日本 大家都要來台灣設公司 設了才不會去美國 都不用稅金 我們有很好的園景 但你不要只自己在鄉修 要讓旁邊的人知道 旁邊的人知道 我在說這不是黑白說 你看美國現在一個出的影片 所說的論述 哪一個哪一段 不是按照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論述 哪一段不是我林志生所寫的論述 哪一段不是 到今天為止我所講的論述 沒有一點 一定點去落實 還是一定點去講錯的 絕對沒有 所以坦白講美國也很佩服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形之下 當然啦 把我們留後面也很多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司法行動 控告所謂的日本的台獨分子 三個黑白講一段 什麼說他們回 他說他們在網路辯論的時候 在罵我的時候我都不回應 我故意讓他們陷於錯誤 欸 那個事情 我不要 你們媽媽 我幫你當作小孩 不在乎他 什麼我陷他 故意陷他於錯誤 打媽媽 我不要給你回應 這樣我故意陷你於錯誤 你看看什麼理論 我就看都沒有 對不對 我們要跟那個 聯絡 聯絡了 我們都聯絡不上 來在座 我的電的符號你們知道嗎 都知道嘛 對不對 我在網路上 我電的公開啊 我是最好聯絡的一個人 但是我不回應你 因為你小孩 你黑白講我歪錯誤這樣而已 但是現在呢 我跟日本提告 要求他一億到三億的賠償 而且賠償我不拿回來 我要留在日本 繼續教育 讓日本人知道 真的黑白講是那個人 所以各位 我們要堅持啦 我們既然法理 站在我們這邊 我們就繼續打拼 來 再來繼續拼拼 本土 大多數本土台灣人秉持 托管是美國 或盟軍最高指揮官麥克拉社 介入替代方案的看法 獨立派人士承認 再無可能立即獨立 而與托管派人士合作 以為過度之所需 而且在台灣流亡的中國人 應該是可以接受托管訴求 國府官員 則是當然大力反對一方面 認為其有失國府顏面 而另一方面則是認為 其可能終將導致台灣淪為 共產中國 國民政府應該是翻譯 而且必須要美國 藉由軍事及經濟控制 介入台灣事務 在當時的危機情況下 中國官員會接受任何 保護台灣的建議量策 有以上的探討 可以獲得下面的結論 A 台灣領土至今沒有依照開頭宣言 歸還於中華民國 B 美國至今對台灣領土 仍然擁有占領權 而美國軍事政府 則是以顧問的方式 控制台灣 自旧經濟和平條約 升下後 美國軍政府應該是持續在控制 而且保護日本台灣 以近期佔領義務 其 68年前到今天 對日本合約 尚未完全簽訂清楚 美國設置於開羅宣言的道德義務 而對本土台灣人 希望美國能夠軍事佔領台灣的呼喚 從耳不聞 然而 雖然經過68年 本土台灣人先前的呼喚 仍然是餘音鳥鳥 仍是台灣地位邁向正常化的口號 所不同的是 在對日本合約升下後 美國已經不需要再受開羅宣言的約束 而無理再度忽視本土台灣人 重提美國軍事政府親自 重提美國軍事政府親自 執行台灣佔領 並依照國際戰爭法 設立台灣民政府的要求 第68年來 仍然是真理的事情是 文路中國是否要借軍事或經濟力量 並吞企圖並吞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日本台灣 將是阻止台灣被中國 並吞的唯一保證 你看這個地 我們以前有說這個結論 中國藉著經濟 藉著軍事或經濟力量 企圖並吞台灣 西拉雷前兩天有說 他說他企圖用經濟 要讓我們台灣陷入混亂 要讓我們台灣落入他的圈套 你有看嗎 你看看我這個文字 只有我們的授訓學員 才有這一本 這本我希望你把他抖到暖 很必要 對你絕對有幫忙 你如果抖到這本可以抖到暖 隨便來說你是博士博士 你比博士還要博士 你都聽到找任何一個博士 跟他挑戰 只有這本就有了 來最後一點 本質為中國殖民政權的 中華台北 就法理而言 對本土台灣人便沒有代表性 只有台灣民政府 才能代表本土台灣人 在台灣地位正常化的過渡階段 美國應該以配套方式 允許服務流亡中國人之 中國流亡政府 以及服務本土台灣人的 台灣民政府分別運作 即以雙政府模式 而在兩岸中國人徹底和解後 則其終止中國流亡政府 在台灣的運作 而以使日本台灣地位 確實能夠正常化 各位這就是我們今天 要把各位上課的部分 但是在後面還有九篇的文章 你們等下課的時候 我跟你們建議不要下課 繼續託證 明天在時要課的就要課這 課一本 如果我們都出是非題選擇題 比較扣滾手的一樣 這個我們跟國際 有人要扣滾手的牙手 現時是滾手的牙手 現在是郡守的 好 好 所以 除了郡守以外 我們現在的隔園 我已經講過 8月12號到16號 你們可以考慮去日本 這一次呢 跟往年不太一樣 很特別 我鼓勵你們去 我鼓勵我們大家 有很多人 現在學校到家 你現在回去房間也不好 當然等一下有點心 有點心 吃了點心坐到這裡 好好的看一看 你有做筆記耶 明天開始 如果你沒有做筆記 我們班長把你紀錄下來 你的基本的三十分就沒有了 你有做筆記耶 基本上你有三十分 其他的三十分 扣三百的扣起 總平均三十分 有那些嗎 那那些喔 你來做政府館 我會煩惱 所以呢 我希望說這三天裡面 你們可以得到很多東西 我怕你考慮 明天早上七點半開始上 第一堂課 參眾議院的組織規則 第二堂課 領導與統譽 許天才 前市長要來上課 再來就是考慮 明天早上的課程是這樣 明天呢 明天呢 明天的下午呢 第一堂課呢 就是林教授要來上 國家預算的審核和製作 第二堂課 第二堂課就是 張律師 現在的張律師 以前的 代理檢察長 跟主任檢察官 跟檢察官 要想 刑法在 刑事訴訟法裡面的 實跟虛 一般要做政府官 應該要罰的 然後呢 到了晚上 我們又最好 最好就是 參眾議會的精神 然後呢 我們就要考試 所以 各位喔 這邊 這三天喔 不一定會很愉快 但會唸很多書 我敢保證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